各位親愛的同志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標普T&T 今天到了11月8號,禮拜三了 雖然今天的一個代表股市出現虎頭蛇尾的走勢 但是我們對於金管會的一個曾主委 今天終於射出了第四箭 不管第四箭有沒有效 不過我們的一個曾主委的一個用心 替投資朋友著想這樣的一個決心 我們還是要給他一個熱烈的一個掌聲 那我們可以看到,那麼今天的一個大盤是出現的一個下跌 那麼為什麼今天會下跌呢? 早上我在來接受的一個三立財經台 在盤前8點到9點的一個清滾前的一個裝潢的時候 我才跟主播的一個蘇賢談到 我說今天開盤開的蠻強勢的 但是強勢不見得一定是好,為什麼? 因為你開的很強勢的時候就怕什麼?虎頭蛇尾 果然今天是怎麼樣?就是出現虎頭蛇尾 為什麼今天會出現虎頭蛇尾? 在昨天的時候你可以看到 在昨天的時候我們是怎麼說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這個盤是盤子的盤 那麼如果大盤 他要靈媚的一個大長要看誰? 看政府還有看外資的一個臉色 那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來講的話政府雖然做多的一個人 企圖性非常的一個強 但是第四件還是偏重在於什麼? 閃霧的一個信用交易的一個身上 並沒有對實質的一個問題啊 做出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人啊 的一個問題核心的一個解決 而且外資還是持續的一個偏空嘛 所以不難想見今天大盤 因為昨天美股的一個下跌 早盤雖然開得很強勢 但是尾盤為什麼會殺下來? 包括我們在LB的一個領書上 這個是10月7號LB的領書上 老師就跟大家做到的一個重點 我說目前主要還是做到外資偏空的一個 心態的一個影響 那麼為什麼這些外資拼命的一個放空? 因為怎麼樣? 他持有台股的部位高達37%嘛 再加上美元的一個指數法的一個走強 還有預期升息的一個因素這些 所以他們基於避險的一個需求 最近才會有如此的一個耐人不尋常的一個景動 不過還好因為我們的一個怎樣? 經濟面完全都沒有怎麼樣? 這些都跟經濟面沒關係啦 所以我說未來它還會進行怎麼一個? 震盪盤整的機率居多 如果這個大盤真的要能夠連面到場上來 就要看外資啦 外資的一個臉色 這個是針對整體的一個大盤的一個走勢 來跟大家做說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大盤殺下來 但是它還會是會在一個 9000點上下的一個200點的區間 在這個地方進行的一個怎樣? 的一個震盪 但是就個股來說呢各位 你可以看到齁 我們可以看到齁 今天的硬化 今天殺跌停 為什麼今天會殺跌停? 昨天FB臉書上老師跟大家所分享的一個內容 我說這一路以來硬化 一路能夠表現得這麼的一個強勢 因為它掌握到什麼? MMD金屬跟塑膠奈米化的一個結合技術 就像可曾因為掌握到一體成型金屬基殼的一個大商機而富貴 那麼同樣的一個硬化也因為掌到了MMD而發達 不過隨著一個股價來到百元關卡附近 你可以看到齁 過去我們從7月14號 51塊半帶著我們全國所有的會員朋友 開始鎖定布局馬金屬籃 果然這一路就是如同我們的一個規劃 一路的一個強談大漲上來 甚至啊 最高最近還來到102.5 如果說你可以真正掌握到底部取漲的一個機會 這樣一趟上來就是多少? 就是一倍啊 一百萬 很快的 不到三個月時間讓你馬上可以獻賺一百萬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但是它大漲上來來到百元關卡 很多人看到是什麼? 好強喔好強喔 但是呢 好強還要見的是強 為什麼? 因為來到這個地方 大家看到強勢震盪 但是啊 老師為什麼說 有點尷尬嗎? 為什麼? 因為它一直不蹲下來啊 一直不蹲下來 你又叫它如何的一個怎樣 未來如何跳上去? 未來如何跳得更遠? 欸 並不是說今天的一個強 哇這樣的一個股票就是好啊 各位啊 很多的一個學問 很多的一個技巧 你必須要了解 這些我們的一個會員 我們FB的一個粉絲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啊 你可以看到這一路以來 像映華 像今天大家看到好強 尾盤為什麼會殺下來? 欸昨天老師就已經事先了 預告了喔 所以今天這麼強的一個地方 我們自然知道它會殺下來 如果磁補部位比較大的 是不是可以先看先賣一半? 是不是? 對不對? 賣掉之後 然後殺下來 它結束了嗎? 我可以告訴大家看理由 為什麼? 因為老師早就預告好了嘛 它會殺下來吧 殺下來我們在等什麼機會 等這樣的機會 等這樣的一個機會 你可以看到當時候殺下來 好多人告訴你它不好 結果那時候確實最好的一個 要買一點 然後你可以看到啊 當時從51塊半 然後一路的一個大斷上來 拉回來 7月30號64塊2 再度的一個出手 再度的一個馬進 又再斷上來 斷上來的時候 開心獲利換口 再拉下來 你看 每一次關鍵的一個時機 為什麼我們能夠掌握? 你有沒有想到? 為什麼我認為今天殺下來是好機會? 來,你來看 因為什麼? 因為它掌握MMD的一個技術嘛 我之前我就跟它說過了嘛 MMD的一個技術啊 這個在未來的一個商機 非常的一個大 因為可乘 你可以看到它因為高階的金屬機殼 所以可乘 哇 不叫從117.5 一路飆到312 同樣的一個硬滑 因為它未來 切入了一個中低階市場的一個怎樣 智慧型手機的一個機殼 它轉型效率開始怎樣 未來會逐步的一個顯現 你要知道喔 這樣的一個市場有多大 這樣的市場 如果以根據Gottner的一個預估 今年超過7億支啊 這還不包含一般的一個 功能性的手機喔 甚至啊 印度啊 現在很多中低階都還在蓬佛發展啊 如果說誰能夠掌握這樣的一個現機 那你看它未來的一個成長力到底有多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為什麼 殺下的老師為什麼說是好機會 那麼如果說過去最短的一個時間 你的一個硬滑 你有買的 你有賺錢我恭喜你 但是如果說 你賺錢 甚至你去最高的話 你怎麼辦 後面會怎麼走 什麼時候是買點 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把電話撥通 老師來幫助大家 那麼包括了一個GOTEX的一個預期也是一樣 今天再創新高 那這檔的一個古藥 我們還是持續的一個怎樣 持多虛報並沒有改變 那麼為什麼這檔的一個古藥 老師非常看好它 我們可以看到 GOTEX的一個功能鞋 它比起一般的一個非GOTS的一個功能鞋 它的一個單價要高至50% 同樣的一個它的一個毛利 它的一個獲利率都比較好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它上半年的一個獲利非常的一個好 更重要的是什麼 它接到了一個VF 集團的訂單 你要知道 VF如果說 市場上有買GOTEX 我相信大家很了解 那麼接到這個訂單 11月開始要進行量產 而且錢股債跟月又要積極擴產 那你可以想像 它未來的業績會怎麼樣 未來業績 會很暢旺 所以 像預期這樣的一個股票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一路來能夠怎樣 不斷的一個強盤大漲再創新高 也恭喜我們全國所有會員朋友 再來說到了一個例外 你可以看到賣得漂亮不漂亮 每一次關鍵的一個位置點子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為什麼我們要獲利賣 開心賣 因為你不賣會殺下來 會殺電停檔 因為你不賣的話 今天再度殺下來剩下337啊 你賣掉之後殺下來 等到最好的一個機會再度出手 這個就是我們帶會員朋友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方式嘛 所以今天並不是說台北股市啊 有沒有黃情啊 今天重點在於你有沒有跟隊老師啊 這才是重要的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過去的一個歷望 我們當時從2月17號如何帶著會員朋友 一路的一個怎樣大段上來 那麼下一趟呢 下一趟也都在老師掌握之中 那麼包括 老師口袋名單裡面還有這一檔股票 物聯網題材的一個概率股 那這一檔的一個股票很棒 為什麼 物聯網的一個題材它的一個商機非常的大 那麼你要知道 根據的一個怎樣 司科的一個調查 2000年只有2億台 2013年達到100億台 2020年更可以成長到500億台 甚至還會更多喔 未來的一個產值高達432兆新台幣 432兆新台幣是多少 以台積電一年的一個營收才多少 0.6兆 啊你看 這樣的一個商機 有多麼龐大 那麼這一檔股票很棒 這檔股票380賺了3塊6毛3 再加上1塊6的一個儲分的一個利益 也新賺換了5塊多 今年有機會挑戰8塊半 而且它掌握了物聯網的一個大商機 包括4K、2K的超高質的一個電視的一個晶片 音效的一個晶片 網路的晶片 無線的一個晶片 還有憑藉它的一個優異的技術 搶購物聯網的一個題材的一個大商機 跟大陸還有合作 那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商機 未來是 哇真的是 現在才剛剛要開始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你能不能跟對老師 真的很重要 今天你跟著曾經我 該進 該出手 該加碼 甚至該獲利換口袋的一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 老師來幫你 你今天你可以更加安心沒有煩惱 所以很多的一個事情 你今天啊 理財專業的一個怎樣 輕鬆的一個賺錢留給自己嘛 專業理財 你交給老師 這樣是不是很棒 不管過去你操作的順與不順 如果你操作的順 你有賺錢我非常恭喜你 但是你操作的一個不順的一個投資朋友 你想要掌握 反敗為勝的一個機會的投資朋友 來 今天打一通電話進來 老師啊 來幫助大家 因為特別是這一檔的一個股票 我們非常歡迎大家 預約 明天的一個買點 因為他將再次互製 印華標準的一個模式 不想錯過的一個投資朋友 也歡迎大家利用廣告做的電話 一通電話 一塊錢 老師啊 幫你來掌握 翻增置戶的一個機會 最後祝大家操盆順利 我們 下禮拜一 同意資金再回落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這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